好,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 我们在此规作图里面最常用的一些作图的方法 就是 作图的工区列 那 这一个作图工区列里面有做垂直线 平行线 中垂线 角平分线 切线 还有我们高中里面很少 遇到的极线或近线 还有 回归线跟轨迹 好,那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介绍一下 那假设我们要做一个垂直线 当然 我们可能要先 有另外一个线形的东西 也许是 线段 或者直线 或者甚至于x轴 或y轴 所以假设说好 我现在先举一个例子 我们先做一个新的点 OK 那么我现在做一个垂直x轴的 一条线 那我就按一下垂直线的工区列 好,那么点选说要通过这个点 然后再指定 我要垂直x轴 按一下 好 这个就出来了 这条垂直线就出来了 当然 同样道理我可以去做垂直y轴的线 OK 所以我一样 点一下这个a点 然后再指定一下y轴 好,又出来另外一个垂直线 所以 我只要拉动这个a点呢 这两条垂直线一样会跟着跑 这是垂直线的做法 那么 当然 当然 假设说你要做个平行线 那么 我们就需要 指定说要通过哪一个点 那平行哪一条直线 OK 所以假设我又 好,有另外一个点 这是点b OK 然后 我现在呢要经过这个 点b 然后跟 我们上面这一条线要平行 好,所以我就 点一下点b 然后再点一下这条 平行线 OK 这时候 这个平行线就跑出来了 这个b点我们不管怎么拉 它始终保持跟上面这条线是平行的 OK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中垂线 中垂线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说明 要点选两个点或一个线段 OK 所以 先假设说我们有两个点 像表现这里有a点跟b点 那么 我们只要点选 这两个点 它就马上可以做出 这两点之间的中垂线 同样道理,我们在拉a点跟b点的时候 这中垂线呢 还是始终保持着中垂线的位置 OK 好,或者我们呢 如果说有一个 手边有一个线段 手边有一个线段 那这时候 我们也可以直接指着这个线段 然后它就会马上帮我们做出中垂线 一样 当然你在拉这个点的时候 它 中垂线的结构还是始终保持住的 那么接下来呢 这是 角平分线 OK 角平分线来讲呢 我们要点选两个 点选三个点 或者是两条直线都可以 OK 所以我先来示范一下 假设我们今天有 三个点 OK 假设我现在 我先画另外一个 线段好了 经过 C点 跟另外一个 随意点 OK 那 那 我现在要 通过这个 D C E 对不对 这时候呢 这个角C的这个角平分线 就被 画出来了 当然今天呢 如果我们说 我们是 点选两条直线的话 OK 点选两条直线的话 那就 不太一样 比方说我今天 点选这个垂直线 OK 再点选这边这个斜线这条线 那这时候 我们其实看到了会是 两条角平分线 两条角平分线 OK 那么这边有一条 这边又一条 所以这是 选两条直线的时候 不一样的方式 OK 那么 底下的 这些属于比较进阶的呢 我们就 有空再来介绍 好了 OK 尤其是轨迹的部分 我们在后面会再 用另外一个 这个影片来告诉大家 这个轨迹要如何来制作 我们先介绍到这边 这边 这边 是 在这边